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加拿大的法语区,蒙特利尔 我是Chris Liu,这里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 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三大法语区 这次在加拿大的旅行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包括这次在蒙特利尔,一下飞机就有人很热心的告诉我 你去的这个地方可以坐公交车 当我来到了公交车的那个地方,我又不会买票 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就送了我这个车票 每个车票是11加币 其实这个是不便宜的 当我说我要给你钱的时候 这个人就白白手,然后快速的走了 到了公交车上之后,还有热心人问我到哪里 然后一站一站的帮我去数 走在蒙特利尔的街道上,会看到这个城市斑驳的历史 很多像房子都是一两百年的这种建筑 本地人也会热心的告诉我这个房子之前是谁住在这里 经历了什么 这个建筑上的字被擦掉了有写上,擦掉了有写上 可以看到这种层层叠叠的历史感 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慢,可能是因为福利太好了 所以在工作日的时候,这一路上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散步 今天早晨有一个景点没有找到 当我停下看地图的时候就有人过来问我 你要去哪里,我告诉你怎么走,或者我带你过去 中午的时候去了本地很著名的一个餐厅 他问我你是来旅行的吗?我说是的 他说我先帮你准备 这个时候他跟旁边的人在讲说这个是来旅行的 我先为他准备 可能是想让我尝尝更多的食物 结果装了满满的一大袋子 这样的城市很有特点 人和人之间也更加和谐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希望看到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看得出大家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自豪 大家有空的时候不妨到这里来看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